虽然网吧老板已经出面辟谣 称跟baby一起打游戏的只是他的助理 但对于更相信自己眼睛的网友来说 还是更倾向他和林依确实有暧昧的说法 连想到baby此前和邓伦 蔡徐坤也都有恋情新闻 线下也有很多伙众戏称baby 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合作的鲜肉 仔细想想baby还真是很有CP体质 拍剧和邓伦闹出多少谣言 参加综艺先和郑凯发糖 后面又和蔡徐坤搞姐弟暧昧 在补比特的林依又自诩是baby粉丝 粉红氛围直接拉满 但是客观来说 他并不算是一个恋爱脑 所以这些CP本质上还是在捕风捉影 而且他现实走的路线和杨幂不同 本身还是在凹端装美人的形象标签 他应该也不想有很多跟年下男的纷纷扰扰 因此这些弟弟们的粉丝大可以放心 baby这么聪明的女人不至于微色所迷 弟弟们在鲜嫩可口 在他这也不如守住名誉和事业重要 最后只能说有些心疼baby的姐妹杨幂 真爱弟弟的他碰到的不是丑的就是low的 但凡有一个能有邓 蔡、林的质量 他也不至于寂寞到要跟张大大天天玩在一起呀 baby确实比较喜欢和小鲜肉们聚一块 过去他和邓伦 蔡徐坤这些人不也经常在一起玩吗 而他和林依的关系也算是不错 私底下两人是有在互相走动的 但就是玩一玩 要说什么真正越线的举动吗 那倒没有的 要知道baby这个人很精明 他能从港圈一个小模特混到现在这样的地位 平级的就是会来事 擅长抓住每一个机会 求得每一个大佬的帮助 当初他和黄晓明之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他完全是奔着黄晓明能为他带来 事业上的助力才主动讨好对方 为此不惜抛弃了自己的前男友 如今拾过境迁 他比过去更是成熟了好几个层次 日常打交道的都是名言圈层 资本圈子的人 真不可能和小鲜肉闹出什么上不得台面的绯闻来 自毁前途的 然后还有 他当下还正在和前夫黄晓明回暖关系呢 一句话 这姐们就是一个社交场上的王者 所有的人际关系大多都是用 来为自己的事业铺路的罢了